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宣布我们北京台重金打造 隆重推出 要争夺龙年收视率排行榜榜首的金牌节目 脱口而出 开播盛典 现在开始 下面呢 我得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剧组的全体工作人员 有请他们上场 郭云转情 我叫方清平 我是方氏玉的后代 水湖里头有个方辣 那是我的祖先 演电影的方清卓 那是我姐姐 跟那个韩寒吵架那方舟子 那跟我不认识 那个说话老德的人 我就别跟他攀亲戚了 我就琢磨 怎么才能有名呢 有人给我出主意 你跟那个韩寒雪 发一条微博 要不就学那书旗 把所有的微博都给删了 问题是 我那微博总共就一粉丝 我媳妇 为了监督我 我就全删了也没事了 还有人跟我出主意 说你呀 跟那个赵文卓学 跟真子丹吵嘴 问题是我怕给他惹急了 真打起来呀 我这体格 你不说真子丹了 宋丹丹就把我干了 我媳妇给我出一主意 说我肯定能出名 怎么出名呢 她有一个办法 让我上电视 说让我喝完了酒吧 开着我那下粒 撞隔离堆去 肯定能上红绿堆 可能什么主意呀 多云转评 我叫方清平 说学逗唱 全都行 爱吃鸡蛋冠语 幽默笑话语录 热门话题评述 新闻去世 热门话题评述 门话题评述 任何黑灯透亮 近代脱口而出 转眼之间呢 大伙特别盼望的 五一长假又到了 自从这个春节之后啊 一直到五一之间 我呢 总共就度过了两个假期 一个呢 是三八妇女节 一个是四四清明节 我说我过妇女节呀 您别误会啊 别怀疑我的性别 我是陪着我媳妇过的 过节了得送我媳妇点点礼物啊 我带着她到了小商品批发市场 买了二十块钱首饰送给她 四四清明节呢 当然就是去扫墓去了 给我的师爷去扫墓 我也买了点东西 给她烧过去了 买了一个iPhone4的手机 给她烧过去了 烧完之后我才想起来 我应该给她烧过一份说明书去 要不然她不会使啊 后来我也想算了 我不用给她烧过说明书了 因为乔布斯在那边呢 自然就会叫她使了 我还跟我师爷聊了会儿天呢 我说师爷 现在呀 我在北京台呢 录这个脱口日出节目 五一马上就播了 当天晚上给我托梦 我师爷就跟我说了 好 你放心吧 一定要让大伙到了五一 都看你这节目 五一的时候 谁要不看你这节目 我夜里上他们家哭去 但愿我师爷的在天之灵 能保佑咱们这个节目 大伙都能看 有人说了这个中间还有一个情人节 二月十四号 你为什么不过呢 我觉得这个情人节过不起 你看就说咱平常的玫瑰花 多便宜啊 到了二月十四号那天 几十块钱一支 那天那白菊花倒便宜 买完那送给那情人不合适啊 再说了 跟媳妇过这情人节吧 不浪漫 跟别人过吧 违反婚姻法 所以这个节我就不过了 一直到现在过这个五一 过这五一呢 还有一件好事 什么事呢 就是从五月一号开始 一直到五月五号 我们新推出的这个脱口而出节目呢 陪伴您度过五个晚上 既然到了五一呢 咱们就得说说 跟这个劳动有关的事情 在武汉呢 有这么一个哥们 就是他 姓张 人家的名字就叫张五一 估计他是五月一号生的 叫张五一 六月一号生的就叫张六一 我是十一月二十号生的 我不能叫方1120 听着像涂胎厂给人编号了 这个哥们啊 是一个下岗的职工 今年37岁 从纺织机械厂下岗了 下岗之后 人家就琢磨 我干点什么事呢 我得再有新的职业呢 后来这哥们想出一个办法来 他干什么呀 自制潜艇 您琢磨这事 多高科技呀 现在已经收到了三份订单 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潜艇啊 卖多少钱 要是超过一百块钱呢 我也想订这么一搜 我好玩啊 我开着潜艇 我从石沙海潜下去 从北海潜上来 北海这门票我就省了 然后我开着潜艇 再从北海潜下去 从义和园的昆明湖再潜上来 那多好玩啊 我再从昆明湖潜下去 从大西洋潜上来 我连护照都省得半了 上下班的时候 要赶上堵车 我开着潜艇 我走下水道 从我们单位那井盖底下 我爬上来 能给我们领导吓一跳 咱们就等着他 这个上市之后 看他多少钱吧 说完了这个男的劳动者呢 咱们再说一位女士 也是很不简单 这位女士呢 叫肉球妈 就是她 她叫肉球妈 可不是说她长得胖 是因为他们这个孩子 叫肉球 人家肉球妈 有什么好事呢 她呀 给这个孩子 365天 不重样的做早点 你看看 到现在 做了260多种早点 多伟大的母亲呢 我媳妇看完这事件之后 也说了 要给我呀 做不重样的早点 先开始啊 给我做鸡蛋 第一天摊鸡蛋 第二天煮鸡蛋 第三天鸡蛋羹 吃了一个礼拜鸡蛋 我媳妇说给我包饺子吧 什么馅的都有 有这个韭菜馅的 鸡蛋馅的 白菜馅的 浑香馅的 连着做了一个多月 实在没馅的 想起什么往里搁什么 很得鸡馅的 鸡爪的 鸡蛋馅的 好 吃的我直个嘴 烧饼馅的 整个一个面团 我说算了吧 你呀 还是别学人肉球妈了 说完了中国的劳动者呢 咱们再说说这个 国外的劳动者 在这个英国呀 有一位老太太 这位老人 您猜她多大岁数啊 今年94岁 我94岁并不算新奇 新奇的是到现在 他每个星期工作45个小时 你说这一天的工作时间呢 超过了六七 超过了六个小时 你老太太多能干 我姥姥 今年86岁 工作时间比他长 一天八个小时 干什么呀 打麻将 我姥姥 现在就是喜欢打麻将 他就给我那几个 舅舅起的名字都叫 大舅叫一饼 二舅叫二饼 三舅叫三饼 给那个我那小姨 起门叫妖姬 有时候一连着打麻将 一打 打好几天 有一回赶上 他们家着火了 外头都着起来了 他在屋里还打麻将呢 人家消防队员就问呢 说你们屋里头有多少人呢 我姥姥正出牌呢 说四万 还一跳 问他说 伤了多少人呢 又出一张 两万 人家又问呢 你现在怎么样了 我姥姥一推牌 糊了 人家就怎么样 我姥姥啊 比不上人家这个 英国的老太太 人老太太说了 人这一辈子 活着的时间有限的 但是死了的时间 是无限的 所以要在活着的时间里呢 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说完了国外的事啊 咱们还是回到咱们中国来 说说国内的事 前一阵啊 武汉的警方呢 到这个宾馆里头 去干嘛去啊 去跟踪一个嫌疑人 后来发现一个屋子里头 很特别 人那么多 结果 进去一查 有13个人 正开会呢 这13个人是什么人呢 小偷 小偷正在召开全国 小偷代表大会 而且是很正规啊 有主持会议的 有这书记员在这寄材料 桌子中间隔一张地图 大会正研究呢 要开展这个小偷比赛 在这个武汉呢 临街偷东西 有规定 只能偷现金 偷一个星期 看谁偷的东西多 小偷这桌子上 还有新潮杂志呢 为什么有新潮杂志啊 人家正研究啊 现在这些个 女孩子穿衣裳 那兜在哪 说起小偷了呀 我还听说过 很多小偷的事 说有一个小偷啊 打他儿子 为什么打他儿子呢 因为他儿子的志向 是长大了 要当警察 有一次我们家 闹了一次小偷 我正出去 小偷啊 想用这个镊子 从我兜里偷钱包 我赶紧一甩他 然后我就走了 小偷在后的紧跟着我 我说干嘛呀 是不是要报复我呀 我问他 我说你老跟着我干嘛呀 小偷说了 你把镊子还给我呀 他还挺厉害 还有一次啊 晚上我下班 我背着个书包 在我们门口那小道上走 有个小偷啊 骑着车从我后头过来 要抢我书包 我一拽这小偷 小偷就压摔地下了 这车也扔出去了 我一看这小偷停床 打不过他呀 我怕 我骑起他这自行车 我就跑了 我就听身后的小偷打电话 喂喂喂 警察们不好的 有人把我车抽走了 他报警了 说到这个节假日啊 大伙一定要注意啊 注意休息 因为现在上班的时候 加班的时间太多了 有人统计过 就说现在这个白领啊 平均每周加三次班的 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说有的人呢 连着十六天一直在加班 这个总加班 人就容易患脑残了 不像我吧 我在我们兰幕组 天天让我加班 结果我现在就有点脑残了 我早上起来 在早点摊 吃早点 我吃 吃完一老头说 你吃我的东西干嘛呀 我那个盘里的东西 我没动 我家的都是人家的东西 还有一回啊 我要出去办事去 我问人家 我去这地儿坐地铁 应该怎么坐呀 人家告诉我了 说你呀 坐这个一号线 再到二号线 再到十号线 出了门 我就坐十三号线走了 我给夹在一块了 人说这个总是加班啊 容易破坏这个大脑的游离机 需要补充蛋白质 所以现在呢 我就补充蛋白质 我怎么补充啊 我多吃松花蛋 多吃白薯 慢慢我的脑子呢 就能发生质的改变了 有人说呀 像我们这行业挣钱最容易了 你凭着说话就能挣钱 其实啊 还有比我们更爽的工作 说说国外呀 有这么一个人 他呢 专门靠睡觉挣钱 睡觉怎么能挣钱呢 这个人是英国一家 这个连锁旅店的睡眠师 他每天呢 就辗转于世界各地 他们的旅馆里头 去的任务是什么呢 到那就是睡觉 就是看看这个床啊 和这个周围的环境 利于不利于睡眠 每周睡三次四次觉 他的收入是多少呢 一年将近六万英 六万英镑折合人民币 得多少钱 六十万人民币呀将近 你像这种在旅馆睡觉的工作 我就干不了 因为我呼噜声太大 我去旅馆睡觉去了 人别的客人都睡不着了 再说了 我喜欢梦游 我睡着一半觉 黑着被我出来了 再把别人吓着 这个睡觉啊 这工作挣钱不少 还有一个工作 也不错 什么工作呢 在离家九千英里 零下五十多度的南极 当电工 这个年薪是多少呢 两万三千英镑 合人民币 二十三万元 咱们也不知道南极 也没电杆子 要电工干嘛 估计是给咱们这个 人的这个 考察站 修电线 那当电工多好玩啊 没事能 陪着企鹅聊聊天 当然了 这项工作我干不了 因为南极太冷了 零下五十多度 不说人要打一哈 去一张嘴 这嘴都合不上了 你把线往上浇开水 嘴才能合上呢 在这个南极啊 天寒地冻呢 估计喝冰镇啤酒 是有点冷 但是在英国呢 有这么一位 二十九岁的啤酒品尝师 他呢 就靠喝啤酒挣钱 到现在呢 已经喝了 一千多种啤酒了 这个工作适合我呀 我最喜欢喝啤酒啊 不过也不行 我干这工作也不合适 因为我喝完了酒啊 喜欢闹酒诈 我每回品尝完了 上到那边 就是跟头打起来 再说了 我喝酒容易吐啊 每回品尝完了 上着班老家吐 也受不了 我有一个梦想啊 我要把这三份工作 都包园了多好啊 我先拿着电工胶布 当电工 然后我再喝点啤酒 我再上旅馆睡一觉 可惜呀 没这好事 一年有365天 52个星期是一年 您这生活中既没有52种压力 更没有365种烦恼 虽说是人要积极努力 但也要懂得劳逸结合 您不能贪头享乐 好一无劳 也不能人心不足 身心疲惫 快乐工作 努力赚钱之余 您也要掰的指头算算 有多少个开心的假期 每年我们有 父亲节 母亲节 情人节 愚人节 圣诞节 七夕节 端午节 元宵节 中秋节 腊巴节 重阳节 护士节 地道节 教师节 电影节 直数节 气象节 您再看看身边的这些个节 苹果节 菠菜节 山楂节 土豆节 昌饼草莓节 大型稀果节 服装节 汽车节 旅游节 馒头节 烙饼节 山西 消面节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的 还是热热闹嚷过春节 家有两天万省 一日只需三餐 随有豪宅千层睡觉 只需一床 人生短暂 就让我们好好珍惜 五一劳动节 脱口而出 在这里诸各位 每天笑口常开 活出精彩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